女孩惨遭四名匪徒那啥 导演却没有给这段戏特写镜头 而是用这个画面来让观众自我想象 雷哥今天要说的这部港片是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制作 本片中类似情节可谓比比皆是 讲述了一个以暴之暴进阶过火的生猛故事 我们话不多说进入正片 香港望角一间舞厅内 走入一位身材性感滋涩妖劳的美人 她的出现立刻吸引住了好色之徒们的注意 美人遭到骚扰恼羞成怒 拾起桌上餐具扎入色狼手掌 后者吃痛惨叫连连 呼唤身旁好友将其团团围住 就在美人手足无措即将遭到暴揍之际 一位顶着包牙的男人及时出手 不远处的两名神秘男子也加入英雄救美的行列 他们挟持领头者逃出夜店 随后将其脸颊划伤开车消失在了大街上 原来这些奇形怪状的家伙 乃是当地一支犯罪团体 包牙局势团队领袖 长毛和猪脑是主要战力 美人则是颜值担当 他们有钱就在夜店逍遥快活 没钱便会干些偷懵拐骗的生意 包括替一些偷渡者办假证 今天包牙局做生意不走运 刚给一个大圈仔办完身份证 结果后者下一秒就被警官老王逮到 为了捣毁犯罪团体 老王安排手下阿强和未婚妻小红 办成偷渡客 准备来个钓鱼执法 在被抓的大圈仔引荐下 阿强和小红来到约定好的餐厅 很快见到了猪脑和美人 阿强已想要办假证 唯有与两人商谈价钱 不曾想猪脑一坐下 眼神便如同八倍镜一样锁定在了小红身上 口水在嘴里来回翻涌 差点就要把持不住 而美人这边和阿强谈好价格 四人坐上车子准备去往制造身份证的地点 他们前脚刚走老王后脚开始进行尾随 结果却因交通太过拥堵导致跟丢目标 这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画面来到山上一栋废弃别墅 这里便是四位匪徒的窝点 不到一小时身份证作假成功 美人注意到猪脑从一进门就一直盯着小红 大带猜到了好有心思 怎么样 我对付那个男的 你拖那个女的到隔壁房间里去 美人按照计划拦住阿强 猪脑则霸王硬上弓抱住小红 本来以为对方只是伪造政见的小罪犯 没想到胆子居然这么大 阿强失算陷入困局 好在身为警员的他身手不错 三拳两脚打倒美人带着小红仓皇而逃 谁知迎面又撞上了听闻动静赶来的包牙居长毛两人 阿强双拳男敌四手最终被打倒在地 长毛绰号疯狗 一看到血就会进入疯狂状态 逮着阿强又是一通王八拳 经过半小时折磨才因体力不知渐渐停手 重伤之下的阿强提醒小红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否则定会遭到灭口 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四位歹徒竟是禽兽中的禽兽 只见长毛率先把持不住 拖着小红去到隔壁房间 之后便出现了片头一幕 包牙居四人轮流对小红进行了那啥 匪徒们的肆意大笑和屋内时不时传来小红的惨叫 这些都被阿强听在耳里 身为警员的他终于忍无可忍 利用最后一丝气力站了起来 被长毛插队的猪脑本就一顿子毁无处宣泄 见此情形捡起木凳对着阿强来了最后一击 后者脑袋受到重疮倒地不起 不多时便没了呼吸 十个小时过去 从昏迷中醒来的小红脑海不断浮现歹徒们那一张张丑恶嘴脸 痛苦之于擦掉大腿上的血迹 接着艰难起身走出屋子 结果却看到了阿强体无完肤的尸体 事后小红住进医院 精神与肉体遭到双重折磨的他变得宛如植物人一般 门外老王见状悲愤交加 并为此感到无比自责 与此同时 一位警员来到太平间看望老友 他叫肥猫 是阿强从小玩到大的过命兄弟 老友阿强被匪徒折磨至死 看着眼前冰冷尸体 肥猫用责骂老友的方式来掩盖内心悲凡 并在临走之际提醒入恋师 一定要将阿强打扮得比阿兰德龙还要帅 之后来到负责上次行动的警官老王办公室 怒斥后者只会不当害死阿强 而老王也因这次事件导致未婚妻遭受非人折磨 他的心情比起肥猫也好不到难去 两人为此针锋相对差点动起手来 这时警方尚曾通知两人开会 想要针对此次意外展开讨论 碍于四名匪徒还不知杀害的阿强是警员 以为干掉的不过是一名没有身份的大圈仔 所以警长断定他们不会离开香港 还会继续作案 考虑到老王与肥猫和两名受害者的关系 尚曾担心他们意气用事拒绝 让其参与接下来的行动 可爱人与老友的仇 如果不亲自来抱两人怒火难平 虽然双方都看不上彼此 但有着同一目的 他们还是决定合作 私下两人背着警方 找到之前被抓的大圈仔 想在对方口中问出四名匪徒位置 大圈仔这才知道阿强遇害 甚至包牙居坐视风格的 他说什么也不愿如实回答 得罪警方最多拘留几天 出卖包牙居那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 两者之间大圈仔还是拎得很轻 无奈肥猫与老王复仇心切 为此不惜用出威逼手段 只见老王掏出一枚硬币投下高楼 过了接近十秒才听到回响 由此可见楼层之高 肥猫则不停拍打窗户制造声响 大圈仔平时只和猪脑有过联系 透露出后者常常出没于当地一间赌场 来到指定地点 猪脑正和牌友们打着麻将 老王来到大厅叫出他的名字 猪脑回头一看察觉到老王可能是警员 做贼心虚的他起身想从后门逃跑 结果被肥猫逮了个正着 自知无路可走 石器板凳开始叫嚣 老王的话让肥猫脑中浮现出阿强惨不忍睹的尸体 怒火彻底被点燃的他 上前几记老拳打的猪脑差点当场立分 肥猫实力本就不俗 有了愤怒加持再加一身横肉 猪脑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一面倒的被动挨走 老王见状走出房间 让客人们散开不要来凑热闹 以此给了肥猫大把时间发泄怒火 眼看差不多了才让赌场老板报警 挨了半小时暴打的猪脑 将团队其他三人位置全都供了出来 就在老王两人准备去往包牙居窝点之际 屋内电话忽然响起 接来一听竟是包牙居打来 老王让猪脑来接电话 让他告诉包牙居待在家里不要出门 谁知猪脑却还算讲点义气 有了猪脑的提醒 包牙居和长毛今晚肯定抓不到了 老王两人只好来到某家舞厅 这里便是匪徒之一的美人常光顾的地方 不知危险降临的他正在尽情舞蹈 好在包牙居及时打来电话 告知他警方正在抓捕他们四人 让其赶紧离开舞厅跑路 美人挂断电话打算开溜 结果却在门口看到了老王和肥猫 情急之下被迫躲了起来 老王询问酒宝后得知美人可能去了厕所 考虑到这名歹徒向来以女人自居 两人直接闯入女厕巡递 没想到目标居然真的躲在此处 在挨了几拳后美人立刻求人 得知对方是为小红阿强报仇后 他如此说道 我没有杀人啊 我没有强警 你看看我那个样子 我没有真的真的没有 美人杀没杀人倒不清楚 但肯定没有参与对小红的轮流运动 见眼前家伙长那玩意儿也没用 老王索性一脚将其踢爆 让美人真的成了美人 接着报完警与肥猫消失在了酒店 抓到了阿强和美人 最后只剩下包牙居和长毛 按照小红在医院供词所描述 这两家伙才是真的丧心病狂 可老王这次打草惊蛇 要想找出两人只能从长记忆 哎 兄弟 不要乱来啊 你要在这闹事 最好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我很清楚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最好合作一点 要不然让你们坐牢 警察 你们不够分量 叫你们大哥出来 叫大哥出来 警员老王和肥猫闯入大圈帮地盘 只想告知帮派老大一些重要信息 原来他们最近追查的罪犯 常常欺压大圈仔和一些偷渡客 而大圈帮画市人丧波 平时又最痛恨欺负自家老乡的恶毒 老王将歹徒信息说出 必然是想来个借刀杀人 可身为大圈画市人的丧波 不愿与警方多打交道 告知老王自己会处理好包牙居和长毛 让他们两位警员就不用多操心了 老王本来也没打算活捉目标 他和肥猫目的达到欣然离去 时间来到下午 包牙居在有人口中得知大圈帮的人 正在四处找寻自己 如此以来黑白两道皆容不下他和长毛 只好吩咐长毛找个偷渡船准备逃往国外 不曾想消息最终被大圈帮知晓 长毛在船上顺时遭到丧波等人围攻 但这家伙天生癫狂 面对数十人丝毫不惧反而露出一脸凶响 可惜他的胆色与实力不成正果 一上前就被众人揍得鼻青脸肿 在挨了几百闷棍后长毛怒气直终于叠马 想要突围只有擎贼先擎王一条路可走 掏出怀中小高 长毛眼中只有丧波一人 不顾几十根铁棍敲打猛的冲向目标 这下可将丧波吓得够呛 连退数米急着找小弟当领固 这一幕颇有点小时候我们玩的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小弟们为保护大王使出浑身气力暴打长毛 奈何后者宛如疯狗一般越打越兴奋 就这样挨了足足一个小时才终于抵不住倒下 脱险后的丧波走上前开始嘲讽对方 谁知他的绩效再次惹怒倒下的这条疯狗 只见长毛灵机一动 掀起地下是灰带洒的半空 打手们眼睛一通纷纷失去视野 长毛趁此机会迟刀扑向丧波 几刀下去将其砍杀 长毛一死大圈帮即刻逃离现场 而这一幕恰好被刚刚赶到码头的包牙剧看在眼里 兄弟的死彻底激怒这名匪徒头目 在逃往国外之前决定向丧波发起复仇 第二天老王和肥猫正在尾随丧波 因为两人猜到中一起的包牙剧定然不会放过此人 可惜跟踪半天也不见匪徒身影 见丧波走入商场他们索性在门口等候 也就这一懈怠给了包牙剧机会 后者跟踪丧波来到十余间 趁着对方换衣服之际从另一房间捅入利人 将其干净利落地杀掉 接着悄无声息离开商场 老王和肥猫并没见过包牙剧 所以不知其貌 导致没有第一时间追击 结果在跑了几条大街后丢失了目标 自此老王和肥猫没了头绪 要想抓住包牙剧只能从长记忆 深夜里肥猫买着夜宵回到宿舍 途中遇到了同事小李 简单打过招呼走入屋内 与此同时 潜伏在暗中多时的包牙剧忽然持枪现身 原来当时在长矛被干掉的码头现场 老王和肥猫也曾短暂出现过 只为亲眼目睹长矛的死 而他俩自然也被包牙剧认为是杀害兄弟的帮凶 为了复仇 包牙剧走向肥猫房间 利用小铁棍将门打开 就在他将枪口缓缓对准房内的时候 背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吼 得以于警员第一直觉 肥猫猜到包牙剧会来向他复仇 守株带兔多时终于让他逮到目标 不想关键时刻 对面行间走出艺人女人出来倒垃圾 包牙剧眼疾手快将其挟持成了人质 动静声引来了隔壁小李 肥猫和他双双将枪口对准包牙剧 后者威胁两人放下配枪 不然就要干掉手中人质 出于警员的使命 肥猫与小李只好赵祖 包牙剧见状露出狂笑 是已至此终究 还是他取得最后胜利 肥猫为此怒不可遏 不能替老友复仇还不如死了算球 口中开始不停叫嚣着 让包牙剧赶紧动手 原来肥猫大吼的不是让包牙剧开枪 而是让屋内藏匿多时的老王动手 两人配合天衣无缝终于干掉包牙剧 但他们也因擅自行动造成多人伤亡 遭到警方开除 最后只能靠开出租为生 然而即便如此 替亲友抱得血仇的两人 却一点也不后悔 感谢观看